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容体流动速率仪的主要组成部分 料斗 砝码托盘 活塞杆 压料杆 料桶清洗干 纱布 口膜 口膜清理棒 和主机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容体流动速率仪的操作步骤 今天我们选用的样品为 PBT料 其国标规定的运行温度为250度 砝码重量为2160克 接下来进行实验 首先我们需要将推拉杆推入 接着我们设定好温度然后点击温度控制 等到温度升到250度时 开始装料 此时温度已经升至250度 现在我们将口膜装进 现在我们装上装料斗 开始装料 要用 然后装料压料干 注意要用压料干姜料压实 压实后取下压倒 此时装上活塞杆 此时点击计时 屏幕上会有240秒的倒计时 等时间到达0秒后 开始运行 此时倒计时结束 我们需要将砝码放在活塞杆上 然后点击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称得这四个料的平均重量为0.655克 我们再采集重量这里输入0.655克 然后点击打印 结果已出来了 测量结束后 我们需要用纱布立刻对仪器进行清理 否则会影响仪器的二次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